這隻鬥牛犬被抱起來放到獎台上的沙發上 西維吉尼亞州州長的愛狗成為共和黨拳代會的焦點 帶著愛犬一起登上共和黨大會舞台 這名州長說這隻鬥牛犬還能預測選情 人氣王babydog在台下也是人氣王 當然小孩都搶著摸他 另外川普當總統時的白宮發言人桑德斯 許久不見大家都快認不得他 因為現在擔任阿肯色州州長的桑德斯瘦了一大圈 據說足足減重了快二十公斤 伊森蘭拜登台下立刻全場歡呼 場外的川普支持者穿上美國國席的夾克 表態挺穿 還有共和黨員學川普把耳朵包起來成為新流行 另外網路上流傳一張假照片 CNN記者秀出兩張對比圖 假照片可以看到槍擊後身旁特勤人員居然在笑 但原始照片特勤員根本沒有表情 英國前首相強生也現身全大會場 他特別會見川普談論俄烏戰爭議題 拜登政府的變金議題大部分交由副總統各准力處理 不管民主黨有沒有要換掉拜登 對共和黨來說這議題先打再說 TVBS新聞將會美國密爾瓦茲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